腳下路茫茫 心上空蕩蕩 潔白的月光 照亮最遠去向 在路上 闖蕩都變成信仰 也不忘 你的模樣 洋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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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 大家 цación siゃ y ac RE 這是.. 昨天的影像喔 不過..因為很美 所以先來分享給大家 這是2023年1月28號的影像 對 昨天一大早小便就被同事叫醒來 說..小便~~~ 我們露營區下誕霜啦 哈哈哈哈 有沒有看到 沒錯 小編就好 了解 手到 馬上上去拍 昨天也很冷 今天更冷 今天整個露營區整個是結 就是結霜齁 因為水氣不夠 晚上 相信昨天晚上在露營區 露營的朋友齁 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星空 但是 是在零度以下的星空齁 所以整個露營區都是 冷凍庫的齁 是冷凍庫不是冷藏庫齁 哈哈哈哈 那 現在看到的這個是露營的景色齁 露營就是 水氣不足 但是有起霧齁 起霧的時候 霧氣啊 霧氣就是小水珠齁齁 在我們的樹燒 因為樹燒的溫度比較低齁 上面凝結成冰齁 這種現象就叫做露營齁 就是有起霧 然後 在樹上結成的冰塊 很像我們在吃那個 餅乾上面灑的糖霜一樣 所以 昨天的露營區齁 很像一個糖霜的森林一樣 很冷 很冷但是也很美 沒錯 小邊齁 這幾年齁上班就是不會遇到下雪齁 所以昨天沒有下雪 今天也沒有下雪 今天更不會下雪 今天是乾冷 今天是 乾冷的話容易結霜齁 地面容易結霜齁 所以如果您是要從 荷歡山過來 浮舟山農場的話 聽說昨天在水晶宮那邊齁 是結了很厚的冰齁 要小心齁 依照現場的指揮通行齁 有沒有 很像灑上去的糖霜一樣 很美齁 這邊是露營區 剛才看到的是藍櫻湖 來 我飛過來藍櫻湖再看一下 藍櫻湖 周圍有結冰齁 藍櫻湖裡面有魚齁 就是 之前如果大家有看到新聞的話 就是我們同仁齁 在那裡拍的影片 就是在冰的下面還有鯉魚 在那裡游來游去齁 雖然游得很慢齁 甚至它會進入冬眠齁 不過大家不用擔心齁 雖然它被 可能被 被冷凍庫冰起來齁 不過它也是很新鮮的齁 等 太陽出來降溫之後 那些魚齁 還是一樣 會有來有去的 然後飛過來就可以看到 我們的蘋果帳 和我們的木屋帳齁 這就是我們輻射在農場的露營區 很漂亮吧 不過 相信最近在農場露營的客人齁 都是 體驗了齁 在我們冷凍庫裡面 露營的感覺齁 很冰 很冷 但是 露營區的景色真的是非常的迷人齁 尤其旁邊 有這個藍鷹湖的步道可以走走 更或者是可以到天池 打工廷去找靜靜齁 很悠哉 有沒有 像不像童話世界一樣齁 灑了唐霜的唐霜森林 很漂亮 露營的朋友也真的是辛苦了齁 這種天氣露營齁 真的是要 睡一場的做好保暖齁 山上齁 可以看到旁邊 這就是有水 那不是我們洗地板齁 那是這些彌σ風 被太陽照射之後開始融化了齁 融化掉下來齁 會和冰塊一起掉下來 在路面上 或者是在樹下 這樣子 很冷 尤其在溶霜 在溫鬆 在溶雪的時候 你的體感溫度會非常的低 就是 在溶雪 溶霜 溫鬆的時候 他們要溶化 冰塊要溶化的時候 會把周圍的 熱能吸過去 因為它的冰塊是零下 那旁邊還有溫度的話 它就會再把溫度 吸過去 讓它溶化這樣子 所以周圍的部分 會感覺到很冷 那因為我們也在 周圍是高山 高山現在也都還在溶霜 沒有下雪 就溶霜 整個在溶霜的時候 吹過來的風 夭壽無寡 真的很冷 所以 來到山上 記得你的帽子 帽子要戴好 手套要戴好 然後要穿個 保暖的衣服 小編建議最近都 冬天的話就是 羽絨衣啊 到我們農場 穿個羽絨衣 比較保暖 那羽絨衣外面可以穿一層 比較防風的外套 然後裡面的羽絨衣這樣子 會非常的溫暖 那暖暖包啊 或者是各種的 御環設備 都不要吝嗇 上來玩 就是戴著 不要讓自己冷到 要穿到燙燙 來 很美的露營區 很美的唐霜森林 還有更美的在哪裡 在天池 我們飛過來看一下 來 下面這條就是例行產業道路 例行產業道路的起點 在我們 露營區前的 靜觀亭 靜觀亭 那也可以看到 頭89線0K 那他 從去年底 一直到今年 大概3月的話 進行道路鋪 鋪設的工程喔 他是說從0K開始鋪啦 不過 0K是在我們農場這邊 我們農場這邊的 都沒有被鋪到 非常的遺憾啦 所以從0K到大概 800 公尺喔 0加800的部分喔 都是 那從我們收費站過去之後 路況也還不錯 不過下雨天 小編還是建議 不要走 例行產業道路 來 夢幻的景色來了 像不像 電影的場景啦 很夢幻喔 呵呵呵 旁邊 右上角這個是 天池的達官亭 紅色屋頂的天池達官亭 那在 達官亭的這一面喔 這個是 東南側 東南側 這邊 因為 風面是往 風是從這邊吹過來的 你看這邊霧氣 就是因為有這些霧氣 然後加上低溫才會形成霧松的景色 那前面一波的霧氣被荷環山 吸走了 所以荷環山現在霧松的景色 非常的漂亮 幾乎是整個是像北國一樣 那 飄過來剩下的霧氣就到我們的天池這邊來啦 這邊現在 夢幻 超級夢幻 左下角 陽光折射的關係 對 剛才有看到一個一圈圓圓形的彩虹 那個是 我們的空拍機 的鏡頭角度和陽光呈一直線 就是陽光在空拍機的後面 然後照射的角度跟空拍機 是鏡頭 呈 呈平行 呈平行 你就會看到一個圓形的 彩虹 那就是它照射到霧氣 然後反射回來的 折射回來的 光線 就是 彩虹 跟 我們看到彩虹一樣 不過 因為我們在空中看下去的話 就是呈現一個圓形的彩虹 這不是火燒山 這不是火燒山 大家報告 像糖霜一樣的森林 這個是像仙境一樣的霧氣 這個溫度 都在 零度 以下 哈哈哈哈 很冷 真的很冷 很冷 很冷 另外跟大家報告 如果你有在 你有在飛 無人機空拍機的話 像我們這種下雪啊 下霜啊 霧鬆的天氣 請做好 電池的保溫 因為你電池溫度沒有上來之前 你就飛出去 它很容易 瞬間的斷電 瞬間斷電就是 掉下來 就是掉下來 我們農場不負責幫你找空拍機 請不要掉在農場 然後說 農場可以飛 為什麼不能幫我們找 沒有這種事 抱歉 空拍 本來就有它的專業 和它應該要注意的事情 在農場空拍請務必 注意你的電池溫度 尤其是農場這種溫度下 是非常低溫的 那低溫下電池的能 電池的效能不會那麼好 大家要特別注意 來天池的下面就是露營區啊 所以露營區也是 靠近我們荷安山這一側的話 都容易有 有這種霧鬆的景色 水氣是從東邊過來 就是 東北季風下來的話 就是從東邊這邊 有水氣 那我們旁邊的荷安山 就會幫我們擋掉大部分的水氣 那過多的飄過來的 才會到我們 露營區天池這邊 那今天 今天的話就是好天氣了 所以 要看下雪 真正是 愛樂見沒夢了 沒夢了 不是小編上凡的關係 應該不是吧 大概不是吧 可能不是吧 好 這就是 冬天的農場 不容易看到下雪的景色 除非溫度夠 濕度夠 那 結霜的話常常有 像小編常會 開玩笑的就是 像這種寒流來的話 出去外面曬衣服 大家就可以看到 頂寬寬的衣服 就是 冬天 那寒流來 乾冷的話 曬衣服的話 衣服就會結冰 然後 如果有起霧 起霧的話 濕度還不夠 但是 起霧的話 在我們的 樹梢這邊 就是 嬰峰面的部分 就會容易形成 霧松的景色 霧松 很 它的名字 就在 就講 講的 很明顯啊 起霧的時候 松樹上有水珠 然後就形成了這個結冰的景色 那個松字 就是三點水在一個松樹的松 好啦 用 我們露營區 還有天池美美的 唐霜森林 霧松景色 分享給大家 祝福大家 有個美好的週末時光 大家拜拜 露營區的 整件 目前部分完工 陸續驗獸中 很美 真的很美 如夢是盡 很漂亮的景色 獻給大家 大家拜拜